至今我国已经有82,341名18岁以下的儿童确诊新冠肺炎 卫生部长南斗斯里阿汉巴巴今天指出 携带18岁以下儿童到新冠肺炎高风险的感染地区的父母 可能将遭到法律的对付 他说国家安全理事会发出的SOP已经禁止这件事 这意味着家长可在违反SOP之下被对付 你更新了麦斯加特的住家地址吗 最近有民众投诉 麦斯加特把他们分派到其他的州属的接种疫苗中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凯利解释 这是因为用户在麦斯加特填写住家地址时 内置的谷歌地图搜索 可能出现其他州属的同名地点 有些用户没有注意检查就填写了错误的地址 比如说柔佛的幸福花园 Daman Bahagia 在谷歌搜索时 就会出现其他州属的幸福花园 甚至在沙巴也有幸福花园 大家可不要选错咯 凯利说 目前麦斯加特填的住家地址输入功能已经更新 可以自行填写详细的地址 看完新闻之后 记得赶快去查看 我们把更新的功能放入 在麦斯加特填写住家 为您可以更新的资料 您的资料 您的资料 包括您的资料 您的资料 您的资料 所以我的诈给 麦斯加特填写住家 是请您的资料 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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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政府将启动 流动疫苗接种计划 首阶段将在吉隆坡的疫区试跑 凯利说 这项计划会在人民祖物区 建筑工地试跑 初步估计会动用30辆卡车 每辆放眼每日接种100剂 在吉隆坡的疫苗